烘热二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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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欣燕 今天准备给大家做一道休闲美食 油炸汤圆 首先准备材料 锅内倒适量的清水 带水烧开后 把汤圆倒入锅内 食不食用枣子或者筷子滚动 以免粘锅 等汤圆全部浮在水面上就可以了 捞出过下凉水 盘子内打入一个鸡蛋 把鸡蛋打烂形成蛋液 将汤圆倒入一起搅拌 把裹上鸡蛋液的汤圆放在面包糠上 均匀的包上一圈面包糠 适次做好全部 把锅烧热 锅内倒点适量的食用油 待油温即将滚烫后放入汤圆 再转小火油炸几分钟就可以了 时不时用筷子翻动 两面炸得均匀 注意控制食堂 因为汤圆内有糖线容易爆开 炸到金黄色 捞出来装进盘子里面 看油炸过的汤圆是不是很特别 圆球形的汤圆外表金黄金黄的 好了端上桌一起品尝吧 很好吃 很好吃很香很酥 很脆 有芝麻 今天视频都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